Hello 今天我有一個新的影片 我打算每個月都會做這個影片 我打算在這個影片中說我這個月最喜歡的東西 又或者是我覺得我買了最值得買的東西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不要忘記訂閱我一個星期大約 post兩至三次 還有通常是fashion的影片 我第一樣東西給大家看 我覺得是我買了用得最多的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ZARA MOMO大褲 我買了之後差不多每天都會穿的 它是一件比較長的褲子 這件東西也是很厚的 很暖的 我想我會有這麼多一件最暖的一件外套 它是比較厚的 而且它也有suede在後面的 而且毛的質感也是很好的質感 我穿上這件外套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稱讚我這件外套很漂亮 而且這件外套的毛也是很柔軟的 而且有一次我穿了它是下雨 所以也濕了一些 它仍然是一個很好的condition 所以我覺得它這件外套很值 如果它還是in store的話 我真的覺得大家一定要買這件外套 converse那雙鞋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通常的Hollywood 有見過我Dior Hall那裡有說過這雙鞋 那這雙鞋 我差不多都是天天穿的 因為我覺得它跟我平時穿的衣服很搭 而且它是一個比較上 不是很突出的鞋 但是因為它是Dior 而且它那條線那裡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是有 有一點特別 但是也是很sitle的 所以我覺得挺喜歡 所以我覺得是天天穿得到的鞋 那 它唯一一件東西我不是太喜歡 是因為它前面那雙有一點點嚇到我 但它又不是有嚇船的 但會有一些穿久了一點 會有一點點痛 那我就希望它穿多久一點 那時候 它會開始軟熟一點 所以我不怕 但是那雙鞋 我覺得它是挺漂亮 而且是整個都會穿得到的 那我另外之後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Gentle Monster的眼鏡 那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小小的那類型的眼鏡 那這個Gentle Monster 我第一次買Gentle Monster 那我覺得它的Quality是非常之好 跟平時別人那些 貴一點的品牌 Gucci Dior 是差不多的 那我很喜歡它這個款 還有它這個尺寸 剛剛好我的臉型 我覺得 所以我挺喜歡 還有現在也是很流行 這個小的眼鏡那些款 還有它這個眼鏡的顏色 不是太誇張 好像紅色 或者黃色的類型 所以我覺得整個時候會穿得到 還有 如果你真的怕曬的話 可以這樣戴 但還可以當到UV 都不會很誇張 雖然這樣戴 但我覺得沒那麼好看 但是我覺得這個眼鏡是很Stylish 還有 穿什麼Outfit 都可以搭配到 讓你的Outfit 好像帥一點 一點 還有Rihanna也有這副眼鏡 雖然它那個是紅色 之後呢 我就有這個 Bobbi Brown的Face Cream 這個是叫Hydrating Intense Night Cream 我這個是早晚也是用這個 但是這個呢 我很喜歡這個 它塗完之後呢 我最近的皮膚 是零色滑了 還有是很潤的 所以我很好很喜歡這個 其實我全部Bobbi Brown的Skin Care 我都很喜歡 但是這個我零色喜歡 因為我最近冬天 所以皮膚零色很乾 用了這個之後 是完全沒有 即是乾 那顆皮 全都沒有 整個皮膚真的 即是 是我狀態最好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它有少少 Bobbi Brown的Skin Care 那之後我還有一個Face Mask 就是這個日本的Face Mask 叫做Koji Hime 那這個Face Mask 是我買了一陣子 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那它是有些比較上 類似一個排毒的一個Mask 因為它也是 挺像別人的Mud Mask 所以都會乾了之後 你要用一塊布去抹 所以我覺得它是挺清潔到你的毛孔 如果你的毛孔有點濕 我覺得它這個Mask也挺好 我覺得如果你有 即是如果你覺得你快生了 那麼瘡的話 我覺得用了這個Mask也有幫助 那它這個Mask裡面 是有沙的 還有有些米 還有是有些 不知道什麼花在裡面 我不是很懂 我知道是什麼花來的 所以 那就是 我覺得它是挺幫助 而且我常常搭飛機 有時候搭飛機 你覺得好像很 你覺得你的毛孔很濕 我覺得它挺好 所以我搭飛機之後 我一定會用的 而且它這個Mask是很香 而且是一個白色的Mask 而且很香 我很喜歡它這個米 那這裡就是我全部 一月最喜歡 最用得到的東西 那我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 那千萬不要忘了 like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我下個video再見 謝謝 謝謝